大家好,我叫Alice Lynn Christian-Lutino. 洛兰芝是我中文的名字,我是唐沙尼亚人。 今年我是21岁了,我是2021年开始在多多玛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。 我来你们的前面,我想告诉你们,我学习中文的经验。 有一天,我跟朋友聊着聊着就告诉我,学习中文有很多好处, 因为在唐沙尼亚有很多中国的公司,所以我决定学习中文。 虽然学习中文有很多好处,但是太难。 我本来遇到了很多困难。 比如说,上课的时候,我老师说得这么快, 所以我都听不懂。 有的时候,我写的字写的写错了,我学错了。 但是我从来没放弃,我自己相信我会说中文,我会写汉字。 学习中文,我用不同的看法。 比如,见面的时候,我跟朋友们用汉语说话。 今年,我参加了三级汉语水平考试。 然后,去年,我收到了卓越奖。 我希望毕业以后,我希望去中国留学。 谢谢大家。